哈喽各位朋友 我是抽风 大家看视频的片头和频道名称 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我的频道改版了 改版后的频道 将由四个内容板块构成 这四个板块分别是 泰国深度游 游客故事会 抽风乱谈 和 抽风脱口秀 泰国深度游 顾名思义 就是介绍一些 不为大家 熟知的地方 适合在泰国 时间相对比较充裕 比如说 至少有半个月以上 这样的话 你才有时间 去深度游一些地方 又或者是 在一些 旅游热点城市 比如说 曼谷啦 巴提亚啦 普吉啦 清卖啦 有一些 不太为大家 熟知的 各种景点 市场 店铺 等等 游客故事会呢 游客故事会呢 主要讲一讲 我过往带游客 经历的一些 趣事 或者是奇葩事 让大家可以 吸取经验 应该注意哪些事 才能玩得更舒心 当然啦 为保护当事人的饮食 我不会暴露 他们具体的 性命 来自哪里 等等信息 超风乱谈 这个板块 主要是讲一些 世界各地的热点事件 和一些人生感悟 或者说 泰国发生的各种 去事 吐槽 等等 而超风脱口秀呢 将以脱口秀的形式 吐槽 各种现象 或者是观点 为什么改版呢 这次改版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之前 做红灯区等视频 吃力不讨好 为了做视频 经常要去 红灯区 探访 各种店 耗费 不少 经济成本 和 时间成本 还因为 红灯区的内容 是经常 被 黄标 播放量 和收益 都是 吃力不讨好 而且 巴迪亚 地盘也就那么大 很多 店的服务内容 都是 是同质化的 我做红灯区视频 一年多 虽然更新的 不是很勤奋 但是 大部分的内容 都有设计 之后 制作热情 和 播放量 都 进入了一个 瓶颈期 所以呢 就需要做一些 改变 来求得 新的提升 第二个原因 经常关注我的朋友 都知道 我除开这个频道外 还有一个 实证频道 也有不定期的更新 两个频道所有的 文案 撰稿 视频拍摄 后期剪辑 都是我一个人在弄 所以呢 就是比较累了 实证频道 因为订阅量不足 油管的一些功能 还不能用 所以呢 就决定把两个频道的内容 符合到一个频道里 抽风乱谈 和 抽风脱口秀 主要会是 一些 实证方面的内容 到时候朋友们 不单可以在频道里 看到 旅游视频的内容 还可以看到 实证内容 所以 频道 名称改为 抽风看世界 这样 才符合 现在整个频道的内涵 不再 只是 旅游类的 内容 好了 关于 改版 今天 就说这些 接下来 大家会看到一些 关于 混泰国红的趋势 及 具福利性的视频内容 多谢大家关注 我们 下一期视频 再见 哦 I'm taking shots at the enemy I'm going to make it to the top bleed the legacy If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better let me speak Turn it up a new degree bitch you ain't seen anything 没